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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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當你親生兒子的看待 甚至我疼你比石旗旗更多 這次我這樣做 是因為你做人做事太急進 我有我做事的方法 一直以來我都是好事給你看 你這樣也不相信我 證明你根本有私心 有問題的人是你 好…我再說一次 是,你是聰明,你是很聰明 不過做生意不是打仗 就像你這樣死聰就行了 在商場摘滾腳 不像你想像中那麼容易 我覺得你真的要多磨練才行 爸爸,時代不同了 現在做生意不是自己站著腳就行了 行了,商場就是戰場 入味道夠衝,扣狠才可以突圍而出 這就是你賺快錢的心態 做生意是要有基本的 盧,我真的覺得你來香港變了很多 我沒有變,都知道香港人走得快 這些事我們應該比雜誌還好 那你有沒有看到香港人很快的電視 你有沒有看到,總之香港不適合你 你選我回北京吧 不行,我剛才有機會向外闖 我還要進歸國際 這個時候叫我回頭,走一條回頭腦 我這樣做還是說你好 如果你為我好,你可不可以不賣公司 不可以 但我肯定可以說一句 你根本沒當我是親生子 你怎麼做呢? 你呢? 你… 淑姑娘,不用再閉嘴了 我有大把律師 一個不行就是第二個 你放心,姚亢一定能救救 近來我們增加 不知道可以走了過什麼運 為何阿錦會惹上這麼大宗官司 煩惱就假了 對了,阿慶祺她怎樣 不就是呱呱呱呱呱呱 每晚她都睡不著,眼光光 到天亮才能晃得入眼 天氣有眼,阿錦這麼好兒子 一定能夠出來,你相信我吧 你真是有心 其實我都知道,你正在煩公司的事 對了,這盤生意做得很好 為何忽然間結束了,還要回北京 擔心兒子,我何嘗不是 阿錄,是否因為上次做假藥那件事 其中一個原因,我覺得這個兒子太聰明了 可能他因為聰明犯被聰明 才走入歧途 這樣就很危險 所以我希望他沒有走到恨錯難的地步之前 我教他走回正途 所以我才把我的生意結束了 帶他回北京 讓他冷靜一下 明白,明白到權力和事業不等於一切 做父母真是用心兩苦 其實你都很疼阿錄 但是他不是這樣想著糟 我現在才知道 原來他一直的心結是這麼重的 甚麼心結 他一直以來不覺得我當他是親生兒子 我真的會這樣想嗎 所以我很失望 我亦覺得很失望 我對他無論如何都好 他簡直不明白 冬冬,其實你一點都沒有失敗 不過我們這代的人 心多疼,都不會說出口 是 但是想回頭 他心要疼 但也要身體力合才行 即是怎樣 我問你 表面上你又好像很關心兒子 和安排一齊的工作 其實他內心世界,有沒有了解過 但好像阿龍來了香港那麼久 你有沒有上過他家看過 他沒有拍拖,你知不知道 除了工作之外 他平時有甚麼興趣 你有沒有了解過 我答不出了,是不是 唉,那你多疼他 他收不到一點也不奇怪 他做生意很骯髒 他用來搶我幾宗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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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用來搶我背景,我看他不合 他現在的爸爸不一樣不看他抬起 他現在的爸爸不一樣不看他抬起 我們不如去潤泥吧 我們去潤泥吧 好啊,不用怕你 龍少爺,怎麼一個人這麼寂寞 在這裡喝悶酒 讓我們陪下你 是呀 龍少爺,聽說你現在已經不用做了 是嗎 你也說挺疼你 賣光一股份也不益你 我們中藥這一行,個個都很羨慕你 是呀 我不是有這麼高級的地方 也有這麼無聊,這麼低俗的人進去 石龍 你別以為你是甚麼新鮮蘿蔔皮 你只是撿回來的 你這個爺爺仔,你不是姓石的 你爸爸相信誰都不相信你 我跟你說過 叫你千萬不要衝動 你硬是不聽我說的 豈有此理 你敢說我兒子不是姓石 我告訴你倆 石龍是姓石,是我兒子如假包滿 以後再聽你們說三說四 我一定告到你們破產 我說得出了一道,以後賜你 你和我那群人鬥了甚麼鬼 你打出人的頭要坐牢 這種壞人,我餵累了自己 我最討厭別人這麼說話 我也是 好了…別再在這裡喝悶酒了,走吧 我去哪裡 走吧… 走吧… 看你醉成這樣 你上面有沒有深茶 我上去沖一杯給你喝 你覺得舒服一點 不用呀 你肯扔下我內車就行了 你早點回去吧 你醉到腳都軟了 不,我扶你上樓了 你來了香港這麼久 反正我都沒上過去你那裡 都說不用了 我心想要是用來那個 你真好的 這間屋冷清清 不能夠長住下去 這幾年我們三個各山東西 何時才能聚在一起 這樣才像一頭家 我根本沒有家, 我不用亦不要 阿龍, 我真是當你是我的親生兒子 知不知道, 其實我很怕老 我怕老了時沒有兒子送中 所以我才收養一個兒子 不過我不是亂收的 你還記不記得 你小時候在街邊 跟一群劉文弟老哥打架 每個人都比你健碩 你這麼小的一手就拿這個坐頭 你們走不走, 我打你, 你這麼賣禮 我看見你的樣子這麼英勇 這樣就嚇得我那群劉文 哭著就走了 你一打十, 我想我當年一打三十 這樣打走那些定人 那時候你這麼小的時候 這麼精靈, 這麼聰明 我覺得你真是像我, 我有緣 所以我就收養了你 不會你找一個像你才收養 根本你最愛自己 是, 我最愛自己?有甚麼問題 你像我, 是像我年青力在那時候 所以我更加愛惜你 為何你對我還有這麼多偏見呢?龍 龍, 這麼多年來 你真的沒有令我失望 不過, 直至今次你做錯了 我教訓你是理所當然的 你應該在教訓中吸水經驗 要不然你很難成功, 知道嗎? 我以為你已經放棄了我 龍, 這份授權書你自己看了 只要你簽我的名字, 將來所有的基金 你是全權負責打理的 爸爸 你不用用這麼奇怪的眼睛看著我 只要你是我石東江的兒子 你聽我說乖 我告訴你, 將來我明下所有的一切 我都會留給你的 至於琦琦, 她是一個女孩子 正所謂女生外向 她早晚都要嫁人 我只希望她能夠自食其凌 將來無憂無慮 可以安安樂快快活地過日子 那我就會安樂 不理就不同了 你像我出淚拔水 我要來幫我創下一番事業 我會幫你 我會給你最好的條件 我經過戰爭的日子 但是現在 一樣是這麼殘酷的我這個世間 如果你不強 就一定會被人淘汰的 不過這樣 我石東江不會看著你這麼壞 你放心, 我不會讓自己壞掉 好, 你還說不是我兒子 謝謝爸爸 你要記住 有本事的人不用走歪路 做人就好, 或者做生意也好 要堂堂正正, 別走差踏錯 我看你以後都不會這麼做, 是不是 爸爸, 我知道錯了 知道錯能改就行了 爸爸, 你的本質好, 不會懷得去哪 你是我石東江的兒子 爸爸答應你 從今開始 我會堂堂正正做一個人 那就是 阿龍, 我還記得 你小時候對爸爸說 如果我大了, 賺到錢一定請爸爸吃一頓 最美的北京蝦蠟 想不到你真是記得 爸爸, 我幫你吃一塊 好啊 爸爸, 先來 試一試 嗯, 是呀, 不錯, 好情情啊 嗯, 是呀, 不錯, 好情情啊 爸爸, 你要心臟病的, 要戒好的 奇奇啊, 你沒這麼做慶, 行不行啊 難得我們一家三口出來吃餐飯 高高興興才是呀 嗯, 你叫我就住就住 對呀, 是呀, 爸爸老了 對呀, 是呀 嗯, 那個頭勤, 那個頭勤 對呀, 是呀 爸, 我不想你說這些話 爸爸, 只是一塊半塊而已 更何況人開心就自然會長命 爸爸, 是呀 嗯, 是呀 爸爸, 我敬你 嗯 我祝你身臟力見, 長命百歲 乖乖, 今天我真是高興了 更高興做大壽 爸爸, 我答應你 今年你做大壽 我一定幫你搞得更高興一點 好… 你們兩個好嗎? 同聲同樣, 教你對付我嗎? 看開一點, 妹妹 男人和男人總是比較適合談 要不就這樣, 投票吧 不過你是全家唯一一個女人 你怎麼算都是得一票 二比一, 你怎麼算是輸 那也未必 你們別忘了我還有一票 二對二打一個平手 還有, 男人不一定是幫男人的 要看看那個男人是怎樣的男人 還有, 和我是甚麼關係 你意思是說你那票今天會來? 沒錯 我又在姚坤, 他要收工過來 嘩, 我們一家人吃飯, 你還叫他來 是不是你選定了他做我女婿呢? 叫他來這裡, 行他外府政策 那我也歡迎 那你一歡迎他就行了 還有這個我哥哥喜歡剪高 我妹妹問你, 你到底有沒有吃虧病 如果有的話, 我就算了 沒有了, 不會挑剔一下 我這麼大理, 又要笑別人 阿龍, 你別這麼說 阿坤是一個好人 阿坤, 你真是有難過 既然爸爸都這樣說 我還有哥哥的, 別說話我說 好像人哥跟我一樣 爸爸在讚你 坐下吧, 美男妹夫 快點過來坐 快點過來坐 快點過來 阿坤, 你怎麼這麼說 阿坤, 你怎麼這麼說 阿坤, 你怎麼這麼說 我很害怕 你怕什麼?要我現在幫人家吃東西 只怕你一個, 也夠怪你 別在這裡打情罵照 來, 喝一杯 來… 謝謝 阿坤, 來, 喝一杯… 阿坤, 阿坤, 你身體不太好 好, 喝少許吧 爸爸, 喝一杯了嗎 對了 你這麼快就同聲同氣了 快到了一家四口吧 那我們快點一家四口 喝一杯就行了吧 黃大妹 是呀 好, 乾杯 對, 乾杯, 阿坤 來… 你是不是擔心琴哥 放心吧 他們一家很快就要斷醉 來, 先吃點東西 對了, 阿坤 這個案件轉變得如何 我們還在調查 我會努力的 是你東高叔 你公司賣盤的事情搞得如何 搞得七七八八 那你怎麼安置員工 我知道好像阿龍那個司機都沒有做 好, 你準備坐月 不會, 雖然我賣盤 我不會虧待員工 只要那個司機阿武 是他自動辭職不做的 是不是阿龍 對了, 現在的人做事 真的沒有贊任心 不僅他 對, 我理我女職員 平時的思思文文 都沒有聽過她說拍拖 無緣無故說大肚 回到下班就收拾東西走了 她連手提電話都轉了 聽說連那份糧都還沒出 不是那些人怎麼說 女人的心情變得快過天氣呢 不過我這個黃大妹妹是例外的 你呀, 什麼都放在上面 一看就知道你開心還是不開心 這是優點, 耀坤 我沒有你這麼心包可測 對了…吃東西, 菜都冷了, 來 這個漂亮, 交給爸爸 其實這個這麼漂亮 應該是交給阿坤吃的, 阿斌 麻煩東高叔 東高叔, 其實這些好東西 這個是我們考給你才行的 好… 優坤, 我想跟你聊聊 是否很想跟你聊兩句都不行 不是…有甚麼心事 我知道, 爸爸快來回北京 我想陪他老人嫁回去 他最近身體不好 他很想我們一家人在一起 好… 我現在想通了 可不可以這樣任性 我想配合他老人家 但是在這裡 我要有一個人很不捨得 我不知道走還是不走 好…其實… 其實… 你和爸爸 在我心目中的地位都很重要 我真的不知道怎麼辦 優… 優坤… 優坤 你有沒有聽到我說話 是誰啊 是誰啊 好 琪琪,琪琪,琪琪是我,琪琪 琪琪,你怎麼了 我沒事,你走吧 看見你現在這樣,我怎能睡得著 是不是剛才會激怒你 我知道我壞,我剛才沒聽到你說話 對了,這幾天我為了幫大哥查案 死身為九找證據 我自己都靠得很沒精神 我真的沒事,真的 那是不是因為東江叔那件事 其實那時候外面梳化 我朦朦朦朦朦都聽到你說甚麼 東江叔是因為快要走 你很捨不得他,是嗎 如果我說我跟爸爸走 你會怎樣 我當然不想練習,傻瓜 那時候… 但我想到這個時候 陪東江叔的離開香港會比較好一點 因為我真的很需要你照顧 我都知道你會這樣說 爸爸要我留下,你要我走 如果你們兩個其中一個自私一點就好了 奇奇,我真的很喜歡你 但我知道我不可以這麼自私 我知不知道我怎麼辦 我知不知道我怎麼辦 你知不知道我很不捨得你 我很不捨得這個家 我覺得和你們一家人在一起真的很開心 但是我又不可以不理我爸爸 我真的不知道應該怎麼辦 奇奇 你別哭了,奇奇 你別哭了,奇奇 最多走到你現在還在這間屋裡 我還在你面前 就算真的你要離開香港 你依然是我們的家人 就算我不在你身邊 我的生活永遠都不會變的 但是如果我走的話 我們就要離開很多年 這麼多年都不知道以後會發生什麼事 只不過是幾年時間 如果連這個考驗我們都過不了 那我們還哪有資格說一生一世 是 又君 我愛你 你愛不愛我 你愛不愛我 你愛不愛妳 媽媽 你們去ствен了 我們後面也 tr 你不是去那兒 Aquí 有事 喂 曾sir, 在哪裡? 還在我家裡, 怎麼樣? 不好意思, 那件事有好消息 是不是找到石龍沫司機? 原來我的針, 是他的腦袋 知道他前面過了澳門, 但現在回來了 那你知不知道他現在在哪裡? 他在九龍城一棟舊堂樓裡面住 我打算現在過去了 找到他就知道石龍是什麼底牌 我馬上趕過來 好, 馬上 真有虧, 你查過我哥哥? 琪琪, 我… 你昨晚還說愛我? 原來你兒子還騙我? 我沒騙過你, 琪琪 你這麼叫做愛我嗎? 我不是有心想瞞你 我明白, 你和我在一起 你一直想利用我, 是不是? 琪琪, 你可不可以聽我的解釋嗎? 我… 我不聽 琪琪 琪琪 分手 琪琪, 我不是有心想查你哥哥嗎? 但你哥哥真的很可能和這件事有關 你相信我吧, 我現在就出來找司機 找到司機自然水流出來了 我就是因為相信你, 相信你家祖 我可欺負你 你放手 琪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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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了? 神早溜溜, 和琪琪在一起做甚麼 對了, 你倆耍甚麼發張 琪琪, 琪琪, 昨晚又不見你睡 今早早晨漏漏漏, 兩個人在房間出來 那就是你們… 你們兩個… 母后 行…母后會開通的 不過要負責任, 何時結婚 琪琪 你搞了甚麼?搞得琪琪哭哭哭 這樣跑出去幹甚麼? 我幫你不光顧, 你是不是欺負人 是 弟弟, 你快點招工吧 琪琪生氣我查他的哥哥 現在我們警方懷疑 石龍和高伯菲的死亡有關係 那阿乾的案子不是和阿龍有關嗎? 不會吧?阿龍是東光的兒子 他是養兒子而已 跟我說這案子關乎阿乾的事 坐牢的, 或者是他爸爸, 去查他 舅父仔, 我們一定會查你的 舅父仔, 最多這樣 你首先查清楚這案子 琪琪, 我們再幫你追回來 老子, 東光知不知道這件事嗎? 我現在還沒找到的, 你要找到的 你也要再說 我趕時間換衣服出去 你小心點 你還要撈臉 是呀, 沒事的 這裡來了 那些夥伴還沒來嗎? 等不等 先別再上去 想不久了, 到沒有? 在這裡 不會有漏料嗎? 不會, 那裡找了兩對表弟來的 應該是真的 之前這麼久還沒來, 怎麼辦 再報一會 別跑 別跑 去kon哥 抖光了, 抖光了… 別管我, 追他吧 早安 先拉 去哪兒 我呢… 我呢… 一波… 快��세요 我呢… 小燕, 爹地, 爹地 什麼事?告你 爹地, 剛才公司收了一封信 大學為了表揚你推動中藥的成就 打算一個榮譽博士學位給你 看, 榮譽博士?我中學還沒讀完 這麼快就做博士, 疑惹一點 爹地, 你一直在讀社會大學 這個榮譽你應得的 我也打算回北京, 榮譽有什麼所謂 不過既然是這樣, 去趁熱鬧也好 那我以後就多討厭了 這些是虛榮而已 爹地, 爹地, 今天這麼高興 我訂桌子今晚出去吃飯 好, 知我者莫約你了 爹地, 其實這麼多年以來 我都沒很想陪你 回到北京之後, 我一定要陪你九寶 除了陪爹地之外 你有沒有打算在北京想做些什麼? 那我又沒想到這麼長遠 其實未來在北京發展比香港更好 令北年的奧運是一個大好商機 爹地已經幫你安排好了 對呀, 明天回到北京, 你就努力做事 以後的成就就要靠你自己了 爹地, 我… 不用多說了, 總之爹地說一句 你是我的兒子, 我不為你為誰 這樣, 你要記住爹地所說的 做人做事也好, 不要急功勤你 有耐性一點, 目光要放軟一點 爹地, 我知道了 這樣就是了 好, 我知道了 這次又不知是誰生氣我的皇帝妹 只有我的寶貝女氣傷人 哪有人可以氣傷她 爸爸, 我猜她是真搖昆 她就是一個壞人 什麼事? 她竟然懷疑哥哥跟高柏妃那件案有關 還找人拆了哥哥 我? 難為我… 難為你什麼?說吧 我不想說, 總之我以後都不想見到她 對了, 龍, 這件事會跟你有關嗎? 我也不太清楚 真的這件事跟你沒有關係? 我想我跟高柏妃的關係比較密切 她才查我 我高明正大, 怕他們查什麼? 他們要查了, 不由他們查吧 不行, 可能他們誤會也不成功 不如這樣吧 我和你和他們溝通一下, 好不好? 爹地, 這樣吧 這件事交給我處理 我有時間會和他們溝通一下 那也好 現在警察在查我 石先生, 那你想我怎麼做? 他們去查我, 都要用高牌肥大案 如果曾耀琴肯認罪的話, 他們就會放棄 我儘管嘗試勸勸她吧 但可能性很低 我會命令你去做 好 石先生, 我真是不明白 雖然爭議的權力一直不肯認罪 但警方有了人證物證和殺人動機 從法律觀點來說 這件事你有九成機會會贏 九成就說還不夠 我要百分百肯定 石先生, 有時候有些事不可以急 急只會弄口反絕 夜長夢多, 一天未陪, 我一天都不安心 法律是說程序的 一切都要依照法律程序去做的 不可以急的 如果… 如果曾耀琴在拘留期間畏罪自殺 我會幫到這件事 石先生, 你的意思是… 你以前不是幫過不少江湖人士打官司嗎 總有一個半個欠你人情 石先生, 這件事你贏九成的 為何還要做這麼多事才行 我現在最擔心的反而是那個證人 證人那方面我會處理 這倒是 就算誰能找到證人也好 你也有第一時間知道, 你放心 阿堯, 這段日子當然很難過 爛崖的日子已經過了 初來的時候, 真的很爛崖 爛崖也不知道怎麼形容 我們在大樓下收到消息, 馬上趕下來了 對了, 誠仔知道這件事嗎 我沒告訴他 不要告訴他 起碼暫時不要跟他說 這件事是否真的這麼惡劣 現在只是初級聆訊, 但也不知道該怎麼說 你不用這麼灰心 這件事詳細的內容, 要關閉跟我們說過 我和SM都相信你 我們一定會想辦法幫你 對了, 你的病如何 我已經用中醫加起工去醫 現在好多了 至於能否控制到病情, 暫時還不知道 難怪你臉色好得那麼多 那你這次回來就斷了療程 你不用擔心我了 你記得以前跟我說過 就算甚麼事都好 你都一定要堅持下去 不要放棄 你現在也是, 你一定要堅持到底 好 姚乾, 可能你覺得我們沒甚麼可以幫到你 但我相信每個人出一分力 難關很快會過 謝謝 朋友在這時候最有用 阿乾就是我們的同事 亦是我們的好朋友 他怎會去殺人 是呀, 他人這麼好兒子 平時對人有和氣, 我也不相信他會殺人 那倒是呀, 那些警察也不知道有沒有搞錯 亂去抓人 我們就發去醫護團體 拆去維園遊行 我們去靜座好不好 去撤食 是呀, 就這樣, 去找醫院 我去找人權組織 你們是否參加 阿嬌 我知道你們很刀身阿乾 但我相信應該會沒事的 真的嗎 先去工作好不好 希望這樣吧 阿嬌 多多風 你回來啦 我們早上有事就趕快回來 是呀, 我們已經跟阿耀乾談過了 怎麼會有甚麼頭緒 暫時還沒有 所以我們打算回來找你 看看能不能幫忙 如果能幫, 一定能幫 有甚麼能幫你們 建案是由鬼救這個中藥開始的 究竟誰搞亂一種藥 誰曬高白飛 一定是幕後人 多多風, 我知道你跟國內醫療部門的官員 有接觸 你可否幫我找藥材的供應商的資料 和地址給我們 應該沒問題 不如去我辦公室聊天好嗎 好, 來 幸好你想到多多風 跟大陸的醫療部門有聯繫 否則 我們也不知道怎樣才能幫阿嬌 WC WC 阿嬌, 你是否想到甚麼可以幫阿嬌 我也想想多些事可以幫她 但現在我們可以做到的 只有這麼多事 其實你這麼想幫她 我已經很感謝你了 我剛才在想 我以前在這間醫院 由醫護人員變成一個病人 看過不少生離死別 我自己也經歷過 到現在 我才明白 人和人之間是需要互助互愛 所以你不用多謝我 如果還有機會的話 我一定用自己的能力幫助多些人 我也是同感 不是, 到自己有事的時候 都不會知道 原來到軟弱無阻的感覺 是多麼恐怖 多麼想有個人可以陪著自己 鼓勵自己 好可憐 挺難得的吧 這麼老還這麼恩愛 我以前對著女朋友 就像雞尾酒 這杯未試完 就想試試一杯 但我現在才發覺 拼乏踏實才是帳戶 年輕時誰還沒瘋過 不過人大了就會知道 原來最重要 就是老了 你怎麼了 當我們老了 我們能否像公公婆婆那樣 拖著手走延 到不到那個時候 我現在還未知道 無論時間有多長有多短 我都會一直在你身邊 是甚麼 你看看就知道 我一定不會凌晨你失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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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想想說 你會好嗎 你會好嗎 跟生色的 會唱 嚴重你 都不會凌晨你 也不會凌晨你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